因為明天 包括說今天晚上入夜以後 風雨逐漸增強 有風有雨 大家會感受比較強烈 會一直持續到明天的重路 根據中央氣象局預測的資料 最大的震風會高達11起 符合停班停課的標準 所以高雄市在明天全天停止上班上課 我們比較關心的還是在說 可能雨量在頻率還會達到600 散區也會達到700毫米 我們一直關注說 是不是因為它在台灣海峽滯留時間縮短 雨量會不會降低 最新的雨量統計資料也還是維持原來的預測 所以指揮中心也決定 以照紅色警戒的標準全速撤離 所以從今天下午開始 總共土石流前四區域總共68區 一灘塌地區流量的這個地區 總共70個地區 那在下午的時候就已經完成全部的撤離